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张 24岁 来自重庆 设计师 女嘉宾小王 21岁 来自天津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我看是针锋相对的 你是在他公司实习的时候 认识的他是吗 对 他是不是快毕业了 在我们公司实习 当时认识也是 一个机缘巧合吧 他来实习的第一天 我觉得就那种 一见钟情的感觉 你对他一见钟情 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就慢慢地对他好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娶他回家 和他永远在一起 然后就为此 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放弃了我整个的人生规划 就是为了他 我在天津已经买房了 没有遇见他之前 我是打算就是在天津 再工作两年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然后我就想回重庆那边 自己开一个工作室 然后后来就是和他在一起 我就觉得我那些规划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 对 重要的是和他在一起 和他结婚 婚房都买了 对 那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 一年多久 对 说到这个我就想说 当时我们没有谈多久 就是谈了也就几个星期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吃饭 然后当时就是那个餐厅其实蛮火的 就很多人 他当时就下跪就跟我请问我 就当时我都懵了 就刚认识几个星期 而且他还说什么 哦 一毕业我们就领证 就我觉得这个想法就太快了 而且我觉得我还小 而且其实他这个目的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不自信 就他不自信什么程度 我出去穿衣服他都管 然后工作也管 交什么朋友他都管 我就想知道 我跟你结婚了 本来领的证 一纸婚约真的就能捆绑住一个人吗 我 我主持人 我就这件事 我给他解释过无数次了 真的 我承认那天是突然跟你求婚 是我挺唐突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主动愿意 就是给你这样一个承诺 我给得起你承诺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 特别好的事情 认识了几个星期 你就向人姑娘求婚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对你来说是发自内心的 对不对 对 对你来说有点唐突 对 吓着你了 是吧 对 那后来呢 后来他不喜欢吗 我就减少了这样的那什么嘛 然后我就给他说 我说咱们毕业之后就领证吧 他不也快毕业了吗 然后他也觉得我过分 那你说我在天津都把房买了 我就是为了娶他 我才买的房 不然我就回重庆了 但我觉得就是和他在一起 这一年多就是 他总是我对他做的所有事情 真的所有事情 我问问这姑娘 是说这臭小子为你做了很多事吗 是 我是能感受到 他对我的好一心一意的 但是他就是老疑神疑鬼的 就总想把我绑在他身边 你怎么会觉得他要绑你呢 有具体的势力吗 就是不是说那个买 他买房子了吗 但是因为房子没有下来 他还是要租房子住 然后他说 接手那个经济开支 就让我和他一起去合租 就完全就不是那个目的 不是节省开支 就完全就是想让我天天陪着他 就把我捆在他身边 租了吗 没有 我不同意 我说合租 我根本就没有他想的那么不堪 就是我想的就是 你过来合租 咱们就能省钱花 而且就是 那天际姑娘跟你合租什么呀 他住学校宿舍一分钱不花呢 他是在 我应该给您说一说他那工作那事 就因为他是一开始就是因为我跟他求婚了 然后我就想着把他就调到我的身边来做我的那个设计师的助理 他倒好就是我给他安排这个职位 我去请人家吃饭给人家送礼 把他调到这个职位来 他自己辞职了 去一个英语教育机构做前台 去了入职那天才告诉我 那你的目的是为了我好吗 那我不是为了 那你不就是让我再待在你身边吗 那我们 就我不觉得恋爱和工作能混为一谈 我可以慢慢 他平时穿的就 就特别暴露 夏天了穿个短裤 就也热啊 落个腿挺美的 那怎么了 他那短裤短到什么程度 就 就真的特别短 上面露肩膀 下面露肚脐 就 你说你那个跟批换毛巾上 就有什么区别 大家介绍女孩子那样穿的多了 不不不 就是他穿的简单了点 是这意思吧 这太简单了吧 我睡衣都比他长 而且就是大晚上回家 如果出什么事 不是 我怎么就是那个冤大逃的 怎么就倒霉到我身上呢 哪个受害者是知道他要倒霉的 对不对 不谈受害这件事 总之就是说你为他安排了工作 他不领你的情 对 而且就是 不要了 就他那衣服 人家现在不是微博 抖音那上面 就是那个流行穿那种运动服吗 然后我就存了很久的钱 然后给他买了好几套衣服 给他借到他学校去 一次没穿过 对 那是你强加给我的 我不喜欢那个风格 你非要让我穿 谁夏天穿着长裤长袖出去啊 我不就穿长裤长裤 我觉得挺好啊 对 那是你自己啊 你说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我抽烟 我不也把烟戒了吗 你为我穿的衣服能怎么让 我是说我不喜欢你抽烟 我没有让你去戒 而且他当时就是说什么 我进了烟 你就要去穿那个运动服 凭什么 凭我是你男朋友 我觉得我让你做一点改变 对 那是我喜欢的事情吧 你喜欢 他喜欢的事情真的 说出来你都觉得无聊 不不 那不一定 你说说 他自己就星期六星期天 去做那种 就是特别无聊的事情 去做那种礼仪还是什么的 就那种就大广场 往那里处就站一天 有一次我去看到他 就穿特别短那种奇葩 他就开叉就开到脑门那种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开到脑门那去走鼻 不穿了 真是 反正就跟那个大哥 穿脸一样嘛 你说我是他男朋友 我怎么能受得了 然后我就上去 因为那天特别冷 我就把我的外套给他披上 他还觉得 觉得我丢他脸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这样做不可笑吗 我在那工作 当时我的朋友 我同事领导都在那儿 就跟我拉拉扯扯的 跟我披上来 我拖下去去 当时要有个饭 我就恨不得钻进去的 那你就不能就是为此 就为我做一点改变吗 你知道吗 你就让我觉得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诶 钟晓 你喜欢他吗 我一开始 其实我觉得他对我 确实挺好的 我也是喜欢他的 就他这些做法 真的太过分了 我先问您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现在还喜欢吗 现在我也喜欢 就是他 我就希望他能改变这些东西 以前谈过恋爱吗 以前谈过 我为什么就是 为你做这些事情 你老是曲解我 说我怀疑你什么 你真正给过我安全感吗 就是 他做了什么呀 你天天来这儿 因为我们 这个特别像一个怨妇 你知道吗 这个特别像那个花心男人 你知道吗 对 他就是自己不自信 就花心男人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个小怨妇 来 您说说 你怎么让我自信 不是 你说你怎么不自信 他做了什么了 我们有一次就是出去吃饭 就看完店吃饭 就是大家乐乐呵呵的 他吃着吃着就忽然接个电话 他前男友给他打 大晚上他前男友 喝醉了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我坐旁边呢 打完电话 打了好几分钟 我问他 他谈什么了呀 马上就开始大发雷霆 就是我怀疑他 那你本来就是怀疑 我那是前男友 但现在我们是朋友 就很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谈 都不可以吗 那为什么我的前女友 就不是我的朋友啊 我的前女友 我连支付宝都给他删了 而且就是 他的一切生活 就是从来不跟我透露 就是我去了解一点点 他就觉得我在怀疑他 那他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不认识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 他经常和他朋友 晚上出去玩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不回 打电话的话 接着就冷言冷语的 我说那我跟你们一起去玩吧 是吧 大家也认识认识 不行 不 那我玩的时候 我怎么回你消息 就说朋友这件事吧 我敢让我朋友去认识你吗 就当时那个 这小伙子怎么了 怎么就不敢呢 不是 他前男友那件事情 就打了个电话而已 他就疑神疑鬼的 他就跑到我们学校 和我一个就是 关系不好的女生 去打探我的消息 就私自的 就没有问过我 然后去打听我的消息 就跟我关系不好 肯定就说我坏话呀 就全都信了 然后就过来质问我 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好吗 你自己扪心自问 人家说的哪一个点 是添油加醋的 我去问他 人家那个不是你朋友 是你室友 和他朝夕相处的室友 可我跟他说过很多次 那个朋友和我关系不好 那我能找你和你关系 我和你找你和你关系 我不是就露线了吗 而且就是我去找他室友 我去请他室友吃饭 他室友特别干脆地就答应了 我以为要费一番手脚 结果我没想到 他室友以为 我是他的追求者之一 就是也是那些 拿着爱的号码那些人 就以为我也是追求者 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后来他室友告诉我 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 很多男生给他送东西 送花送礼物 约他出去玩 他从来没告诉过我 我觉得这是 你告诉我就是想事 那些好意我都已经拒绝了 拒绝就没有必要再告诉你了 我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人来就说 我有男朋友 你不要对我这样子 那你说你拒绝人家的好意 那你为什么直接不把他删了呢 我直接当着他的面 把我手机里面 有关系的没关系的 所有异性 是不是 我都删了 微箱都删了 然后我让他删那些男生朋友 不删 还和我吵架 那我觉得那些都是正常的交往 没必要删 而且删那些异性 都是你自己愿意的 我没有强迫你去那样做 那为什么我就愿意 为了你这么做呢 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不带他 进你朋友的圈子 我觉得那是我的朋友 而且我们有共同话题 他去了 我反而就觉得我不自在 那他跟你是啥关系 他是我男朋友 你还知道我是你男朋友呢 就是你的男朋友 你只要把他带到你朋友圈子里 你还会不自在 那是为什么呢 都是女生嘛 女孩子在一起 说说说话什么的 也有男生 就是他们晚上出去玩 就有男有女的 你咋知道的呢 兄弟 我后来打听的 你也是找敌人打听的是吧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而且就是就他那个那些朋友 你说没有共同语言 你谁谁生下来就是有朋友的 你生下来你就交到朋友了 我们不得慢慢地交嘛 对吧 你是特想娶她吗 是 就这女生你喜欢她什么呀 就是她只要 你只要 我也说不上来 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就是搞不定 对 所以你喜欢是吧 对 其实要真搞定 你也没这么喜欢了就 她一开始就是我觉得 她就是虚荣心 她就总说我长得好看 就是她总想让我去 你自己觉得你行吗 我觉得我长得一般 我觉得她长得好 她就是让我去见她的朋友 总带我去见 我说我不去 她也不乐意 她就是跟她的父母啊 亲戚就是朋友 总说我女朋友很好看 下次出来吃饭 一定要带着 我觉得我自己长得就是一般 而且出去了 别人就说 你女朋友也就长得这样 那回来尴尬 对我那是我不是她 她就是什么事情都抛给我 就是她喜欢的事情 她觉得对我好的事情 她都对我做 可是她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她一次都没去见过 就你的朋友你不让我见 我的朋友你也不来见 你怎么知道 人家对你什么评价呀 就是他们就说你不好 我就说他们呢 而且就是 我每次就是 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 我的现女友就是长得特别好看 就是她每次我说的做东西 就是大家出来吃饭呢 玩啊唱歌什么的 不来 从来不来 你知道我觉得 我特别没有面子 你知道吗 不是 你以后这么介绍 说我现在女朋友特别丑 就我带出来给大家见见 别吓着你们 你去不去啊 我考虑考虑吧 你看 她没跟我说这样 她就是 不是 你不需要吗 你就这么说吗 不是 她要找刺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 为什么针尖对卖忙 我为了给你承诺 我买房 错 你不是给我承诺 你是要绑着我 我为了让你少走弯路 所以我通过我的途径和门路 为你争取了我的助理 不行 你是为了看着我 作为一个女生 你最好在穿上面 别穿得那么简单 作为一个男人 心里不舒服 不行 你那是约束我 把你的朋友圈 亮给我吧 不可以 我不自在 那你来我的朋友圈吧 得了吧 谁去呀 最后女生得出一个结论 你不是爱我 你是为了管我 对 男生得出结论是 为什么我这么爱你 你还不被打动呢 是这意思吧 不是 主持人 还有一件事 还有呢 说 就是导致我来 这个节目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的朋友圈 不是经常就是 发我们俩的合照啊 就比如说 就反正一些 那小情侣该发的那些东西 他的朋友圈一条没有 就有一天 忽然我看到又有一条 然后就是一张照片 但是没有配文字 虽然很简单啊 我觉得特别 特别开心 特别感动 然后到后来 就是他终于把你公布出来 对对对 我以为是 后来我一翻他手机 结果那个朋友圈仅对我可见 就只有你一个人能看见 是这意思吧 对 那那么做完 就是因为他在我旁边 叨叨叨叨叨叨 我就很烦 你说我发了吧 也不行 不发也不行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呢 你那是发 你那是发嘛 你那就是敷衍我 你就你 我们俩的关系 就怎么就不能 不是 我理解你啊 那我很好奇就是 这个小伙子 哪长得有问题 你都不愿意让他 在朋友圈里露个脸 不是 我觉得 秀恩爱这件事 不用那么着急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咱们两个人过好了就行了 你为什么非得说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过得怎么样 哦 你知道吗 听明白了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时间 你的朋友知不知道我 我都不知道 你的室友肯定是不知道我的 我是知道的 就是 因为你侦查过他 对 不是侦查 就是了解生活 了解了 我们俩的关系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们俩完全在隐恋 你又不是什么明星 你隐什么恋呢 隐恋 我现在是你的隐心男友 还是隐备胎啊 就是让我特别地 觉得咱们不平和 我觉得特别委屈 听懂了 听懂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俩的关系真的 那你觉得是隐恋吗 我觉得不是隐恋啊 我又没有跟大家说 我没有男朋友 那你也没跟大家说 你有男朋友 大家也没问我啊 我的朋友不也没问我吗 这个逻辑啊 很厉害 反正我是觉得 你姐 我觉得 不是你不要那么忧怨好吧 她自己一个人 反正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因为这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 我付出这么多 你看你看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都听到了 那你今天来 你希望什么呢 因为她经常就是觉得 我这样不对 但是呢 我的朋友又觉得 我这样是对的 然后我自己 我确实不知道 我自己是对是错 就是对于这段感情 你都没把握了 是这意思吧 我真没把握了 好吧 来吧 各位老师 听听你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现在处于 爱情的迷茫期 女生现在处于 爱情的叛逆期 什么是叛逆期 我们大家记得吧 十四五岁的时候 爹妈越不让干啥 越干啥 他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 他为什么会这么叛逆呢 都是让你给逼的 你在天津买房 是他让你买的吗 不是 你把自己微信当中的 所有的异性都删掉 是他让你删的吗 不是 你把你自己做的这些 所谓的对他好 全部都强加给他了 你以为这是一只鸟 其实它非常的厉害 有着自己的神逻辑存在着 他所有的 对于你做的种种行为 在他的思维判断里 全部都是负相 为什么呢 一个是你给他了 过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 咱就说说这个 敌人的敌人 是朋友这件事情 什么叫敌人的敌人 是朋友 在这个逻辑顺序当中 他就是敌人 你自己就已经把他 推向了你的对立面 你怎么能怪他叛逆呢 包括你去跟他的 所谓的不喜欢的 那个室友坐下来 哎呀吃饭 聊他的过去种种 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的另一半 找我不喜欢的人 说话都不行 你要爱屋即屋 厌屋即屋 咱俩才是同一阵线上的 现在我就是你的敌人 如果我是敌人的话 那我所有的事情 当然都是互相的思考 这是男孩的问题 女孩 追求者多 你不多 好多男孩喜欢你 正常他觉得你漂亮 我也觉得你很漂亮 但是对面的这个人 对你一见钟情 把你当成 后半生的相许 可是你并没有 你就是隐恋啊 我不知道你 对他哪方面不满 是外形 是工作 是条件 还是对你的爱 总之我刚才提到的 方方面面当中 一定有你不满意的地方 绝不是你心目当中的 理想性 所以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那老话讲的 怎么叫 骑驴找马 就是你对于 你现在这个男朋友的 这种态度 我前面是支持你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又觉得你不够厚荡 什么是好的恋爱 就是我们在情感当中 彼此依赖 在精神上相对独立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为什么不给我发朋友圈 为什么不告诉我 别人有我存在 为什么不把我介绍 对你 对对 我太后患了 不叫你 就是你 李废人 很快 走 你 我 快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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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希望女生是越来越独立的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能够 遇到更多大格局的女生 但大格局的女生 她没有什么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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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们 你所有的行为特别像碰瓷的 就别人正常行驶着 你为了讹上别人一辈子 你把自己的脚打残 然后贴上别人一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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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看结果吧